这个男人用力掰断手腕 轻而易举挣脱手铐 随后折断的骨头也再次复原 他是拥有不死之身的奇特男子 此时正满怀期待地请求警官放了自己 去阻止杀人魔继续行凶 就在对方有些异动时 忽然收到手下汇报 他说东秀交代的身份资料全是假的 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黑户 警员老崔立刻改变态度 劝东秀不要乱来 一切都交给警方来处理 男人气愤地挣脱另一只手铐 脸上写满了失望 相信刑警的话就是傻子 随后便在老江惊诧的目光中 纵身一跃从警署大楼跳下 就当老警察以为他死定了的时候 却没想到东秀见出的血液 慢慢回归体内 转眼间便恢复如初 他的骨骼在奔跑中逐渐归位 随后越跑越快 转眼间便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重获自由的东秀 要用自己的方式阻止杀人魔 只见他回到工作的地方 搬出整整一箱控酒瓶 在里面灌满汽油后 他便悄悄来到附近的学校 趁着四下无人 东秀将燃烧的酒瓶扔了进去 没过多久 室内多所学校发生火灾 他用公共电话打给刑警老崔 表示会点燃所有学校 直到所有学生放假为止 老崔记得清金直冒 但也只能向上级报告 请求暂停室内所有小学的授课 理由是恐怖分子出现 当东秀在新闻上看到停课通知后 整个人常常松了口气 他没办法抓到杀人魔 只能以这种方式阻止对方继续行凶了 而同样看到停课通知的阿泰 却并未因此沮丧 因为此时他最想做的 就是抓住东秀 从他身上找到击败癌症的方法 只见杀人魔转眼间来到 曾经给自己做移植手术的私人诊所 他要从拥一老头口中 了解不死之身的详细情报 一番惨无人道的折磨后 拥一老头终于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一切 一家专门研究长生的制药公司 开发出了所谓的连接能力 他能让人拥有神奇的不死之身 器官贩卖组织无意间抓到东秀后 发现他便是制药公司的实验对象之一 球材心切的他们突发奇想 东秀的眼珠如果抑制到普通人身上 是否也能将不死特性复制给对方 而身患绝症的阿泰 恰好来到这家诊所 于是变成了最佳的实验对象 用一老头趁着他麻醉时 悄悄将东秀的眼珠指给了阿泰 并派人全天24小时在他家蹲守 防止实验失败后的阿泰突然死掉 因为他们舍不得失去宝贵的眼球 阿泰没想到自己也有沦为实验对象的时候 一怒之下直接送老头去了西天 另一边的女主李晴 在监听盗窃组织时 也得知了他们正在监视阿泰的计划 李晴的心中顿时移动 连忙下楼悄悄跟在准备前去交班的混子身后 这样也许能够找到阿泰的住处 谁知对方异常警觉 并没有直接前往目的地 而是闲停信步四处乱转 李晴心中有些着急 跟进了脚步不由加快几分 却不想被这名混子抓个正着 可李晴却一点都不慌 一个华丽的转身 转眼来到第二天 回到住处的东秀发现李晴正在等自己 她是过来提醒东秀的 这个住处太容易暴露 还是换个地方藏身的好 随后两人便来到一家废弃营院 这是李晴的临时据点 平常不会有人进来十分安全 她叮嘱东秀就在这里躲几天 寻找杀人猫的任务就交给自己好了 可东秀也不肯李晴出去冒险 女孩呵呵一笑 直接掏出一把匕首扔给东秀 示意她割破自己的皮肤 结果下一秒 东秀惊讶地瞪大眼睛 只见李晴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想不到她也是拥有连接能力的变种人 东秀的双眼逐渐湿润 原来自己并不是独一分的异类 实际上李晴要比东秀坚强许多 虽然同年她也遭受了异样的眼光 但是她却懂得将自己伪装成 会受伤的普通人类 李晴割破两人的手掌 强大的自愈能力 将他们紧紧吸附在一起 两个孤独的灵魂从此便有了依靠 可谁都没想到 敌人的反击来得如此迅猛 第二天一大早 东秀便收到阿泰传来的事业共享 画面中她撕掉了原本的杀人计划 一位全身血迹的男人突然出现 这是曾经翻唱了东秀原创歌曲的著名音乐人 在东秀的心中 对方是为数不多认可自己的人 想不到阿泰如此丧心病狂 居然抓住东秀的偶像充当人质 东秀气得脸色煞白 即使对方不下天罗地网 他也要前去闯一闯 谁知就在这时 器官组织居然先一步找上门来 李晴立刻带着东秀从后门跑路 可东秀的手机突然收到一个视频 器官组织抓住了垃圾厂的老大爷 要求东秀在15分钟内赶到 李晴话而不乱 让东秀先去救人 他来拖住这些上门的敌人 东秀也不废话 立刻离开电影院 来到平常工作的地方 这位老大爷是垃圾厂的拥有者 也是为数不多愿意雇佣东秀这种黑乎的老板 因此东秀对他十分感激 看见老大爷满脸学习地躺在地上 他连忙跑过去查看伤口 却不想被大混混敲了一记闷棍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双手已经被铁链紧紧缠住 察觉混混准备了结老大爷 东秀使出全身力气反抗 可惜他双手被绑 不可能打过三名撞案 看到旁边的电锯后 男人露出争鸣笑容 将绑住的双手伸向电锯 尖锐的金属摩擦声传来 铁链很快就被剧断 而东秀手上的伤势却在瞬间复原 只见他拿起旁边的扳手 几个照面便将剩余的敌人干翻 此时的老大爷虽然获救 但是脸上却是惊恐之色 东秀的眼中满是绝望 自己无论如何努力 仍然无法得到别人的认可 即使对方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可最终他是强压住了内心所有不甘 替受伤的老大爷解开绳索 他说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上班了 让老大爷不要担心 也许是东秀的行为打动了对方 老大爷关切地叮嘱东秀赶紧离开 那些坏蛋可能还会出现 东秀瞬间泪流满面 这份迟来的认可 对他来说可谓是弥足珍贵 另一边身处废弃影院的李晴 在和东秀分别后 便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器官组织面前 只见他象征性地反抗几下 便被混混乱团团围住 当对方将李晴带回老巢后 这个女人神色淡定地表示 你们监控的阿泰实际上是个杀人魔 在他家蹲点的混混已经死了 小头目察觉确实一整天都没他的消息了 于是又安排另一名混混过去查看 李晴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于是便不再伪装 接连几个踢腿达到现场混混 随后便纵身一跃 轻松逃离贼窝 没过多久 他便来到垃圾站寻找东秀 发现对方没事后 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只不过此时的东秀有些消沉 他说自己曾经用尽一切办法去融入社会 甚至不惜成为纵火犯 也想获得别人认可 可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怪物体质 和周围人格格不入 甚至还给亲近的人带来危险 可李晴却不这样想 不死之身是他俩异于常人的优势所在 成为新人类也不为过 如果这个世界无法接受他们 那就利用超能力去改变并支配世界 而李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昨天晚上他亲手杀死了蹲点的小混混 并嫁祸给了杀人王阿泰 不仅器官组织找他麻烦 连警方都将精力放在了阿泰身上 因为小混混的手机中 存放着大量阿泰的照片 东秀忍不住惊叹 李晴这一手玩得漂亮 谁知对方又给了他一个惊喜 除了他们两个 李晴还知道一位拥有连接能力的新人类 就在东秀想要继续询问时 他的眼中再次传来阿泰的共享画面 对方这次是给东秀下战书的 他在镜子上写出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东秀想都没想 当即表示要去赴约 而李晴却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他要彻底赴灭那个器官组织 转眼间东秀便来到约定地点 时间还没到便看到阿泰开车出现 让东秀十分不解 谁知下一刻阿泰轻轻按动按钮 大量毒气从汽车和地板中喷出 东秀随即反应过来 这里是个四胡同 可当他决定反击时已经晚了 整个人一个亮相便瘫倒在地 而另一边的李晴 此时已经抵达一处废弃游乐场 角落里蹲着一位头戴面具的怪异男子 正是第三位拥有连接能力的新人类 李晴告诉对方 现在是时候将那些觊觎咱们身体的人 狠狠踩在脚下了 以上就是命运连接的第三期内容 下期将迎来男主和杀人魔的大决战 以及新人类针对器官组织的反击战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咱们下期大结局见